中国这个老对手也有今天,装大款买武器现在连公司都发不出了。 印度空军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,之前敲定的11个重点国防项目至今无法签订合同。 这主要是由于美元对卢比的汇率上涨和军事预算的缩减造成的。 印度空军在新装备采购项目。 尚有住11亿3000万美元的资金短缺,在日常运作包括支付薪水。 购买弹药和物资方面有住4亿2000万美元的缺口,甚至连军人的工资和口粮都面临住发不出来的窘境。 赞助商链接。 印度空军缺钱支付的项目包括56架用于取代老式阿弗罗飞机的C295运输机。 48架中型直升机,6架空中加油机,20架英高级教练机和38架皮拉图斯。 初级教练机。 其他的项目还包括,和俄罗斯联合生产卡-226T直升机,购买真查直升机。 远程地对空飞弹,为美洲虎攻击机更换发动机,为米格-29战斗机配备电子战套件。 升级12-76运输机,12-78加油机。 印度空军在本财年可能只会签订两个合同。 分别为从以色列购买两套空中预警,和控制系统以及补充之前JED C-130运输机。 赞助商链接。 印度退役空军中将达尔吉特·辛格表示,目前印度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。 以印度最大的对手中国来说,近期已经重组了指挥机构,大大提高了解放军在中印。 边境地区的控制权,他还耸人听闻地宣称,潜在敌人对印度境内进行突袭或快速打。 机行动的能力也在不断上升,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削减军费等于是自费武功。 印度2016-2017财年的国防预算为379亿美元,相比2015-2016年的421亿美元下降了42亿美元。 与此同时,武器采财购预算为115.5亿美元,相比去年的143.3亿美元也大幅下降。 这主要是由于卢比对美元的大幅贬值造成的。 对于印度空军的抱怨,印度国防顾问协。 会主席拉曼表示,制定预算计划是个详细长期的过程, 这也取决于印度空军在前两年使用资金的情况。 因此完全没有资金短缺的事发生, 印度空军应该去找那些制定预算的空军将领抱怨, 而不是找政府的麻烦。 赞助商链接。 军事评论员李平表示, 虽然印度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, 但是在购买外国武器上却毫不含糊。 军购置出却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, 从航空母舰到战斗机, 从主战坦克到核潜艇。 甚至连步枪子弹都需要向国外进口。 据统计, 印度超过60%的武器装备都依赖外国。 包括美国、俄罗斯、以色列、法国、捷克、英国、 德国在内的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国都是其长期客户。 外界曾戏称印度就差中国武器就及其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装备了。 相比中国,印度的国际环境非常优越, 能够从东西方国家买到先进的武器装备。 但是这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, 万国造的武器装备给后勤施加了巨大的压力。 据报道, 在某次演习中, 印度军队的后勤部门光是炮弹就要供应十多种, 搞得焦头烂额。 与此同时, 外国武器的维修和保养也是影响印度军队战斗力的一大顾及, 在装备出现问题后, 需要送到购买国才能修理。 这在战争中是无法想象的。 赞助商链接。 一百多年前, 外国军火商曾这样评价清王朝, 只要中国人有一天的钱, 他们就能买到先进的武器。 但是光靠钱是无法买到一支强大军队的。 现在印度人连花钱都没以前大方了。 不知道之前将其视为贵宾的国际军火商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。 印度空军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, 之前敲定的11个重点国防项目至今无法签订合同。 这主要是由于美元对卢比的汇率上涨和军事预算的缩减造成的。 印度空军在新装备采购项目。 尚有助十亿三千万美元的资金短缺, 在日常运作包括支付薪水。 购买弹药和物资方面有助四亿两千万美元的缺口, 甚至连军人的工资和口粮都面临助发不出来的窘境。 赞助商链接。 印度空军缺钱支付的项目包括56架用鱼取代老式阿弗罗飞机的C295运输机。 48架中型直升机, 6架空中加油机, 20架英高级教练机和38架皮拉图斯。 初级教练机。 其他的项目还包括和俄罗斯联合生产卡-226T直升机, 购买侦查直升机。 远程地对空飞弹, 为美洲虎攻击机更换发动机, 为米格-29战斗机配备电子战套件。 升级12-76运输机, 12-78加油机。 印度空军在本财年可能只会签订两个合同。 分别为从以色列购买两套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以及补充之前坠的C-130运输机。 赞助商链接印度退役空军中将达尔吉特·辛格表示, 目前印度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。 以印度最大的对手中国来说, 近期已经重组了指挥机构, 大大提高了解放军在中印。 边境地区的控制权, 他还耸人听闻地宣称, 潜在敌人对印度境内进行突袭或快速打。 机行动的能力也在不断上升, 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削减军费等于是自费武功。 印度2016-2017财年的国防预算为379亿美元, 相比2015-2016年的421亿美元下降了42亿美元。 与此同时,武器采购预算为115.5亿美元, 相比去年的143.3亿美元也大幅下降。 这主要是由于卢比对美元的大幅贬值造成的。 对于印度空军的抱怨,印度国防顾问协会主席拉曼表示, 制定预算计划是个详细长期的过程, 这也取决于印度空军在前两年使用资金的情况。 因此完全没有资金短缺的事发生, 印度空军应该去找那些制定预算的空军将领抱怨, 而不是找政府的麻烦。 资助商链接军事评论员李平表示, 虽然印度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, 但是在购买外国武器上却毫不含糊。 军购置出却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, 从航空母舰到战斗机,从主战坦克到核潜艇。 甚至连步枪子弹都需要向国外进口。 据统计,印度超过60%的武器装备都依赖外国。 包括美国、俄罗斯、以色列、法国、捷克、英国、德国在内的世界主要武器出口国都是其长期客户。 外界曾细称印度就差中国武器就集起五大常任理事国的装备了。 相比中国,印度的国际环境非常优越,能够从东西方国家买到先进的武器装备。 但是这也留下了巨大的隐患,万国造的武器装备给后勤施加了巨大的压力,据报道。 在某次演习中,印度军队的后勤部门光是炮弹就要供应十多种,搞得焦头烂额,与此同时。 外国武器的维修和保养也是影响印度军队战斗力的一大顾及,在装备出现问题后。 需要送到购买国才能修理,这在战争中是无法想象的。 赞助商链接一百多年前,外国军火商曾这样评价清王朝,只要中国人有一天的钱,他们就能买到先进的武器。 但是光靠钱是无法买到一支强大军队的。现在印度人连花钱都没以前大方了。 不知道之前将其视为贵宾的国际军火商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。 印度空军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,之前敲定的11个重点国防项目至今无法签订合同。 这主要是由于美元对卢比的汇率上涨和军事预算的缩减造成的。 印度空军在新装备采购项目。 尚有助11亿3000万美元的资金短缺,在日常运作包括支付薪水。 购买弹药和物资金短缺,购买弹药和物资方面有助4亿2000万美元的缺口,甚至连军人的工资和口粮都面临着发布出来的窘境。 赞助商链接。 印度空军缺钱支付的项目包括56架用于取代老式阿弗罗飞机的C295运输机。 48架中型直升机,6架空中加油机,20架英高级教练机和38架皮拉图斯。 初级教练机。 其他的项目还包括和俄罗斯联合生产卡-226T直升机,购买侦查直升机。 远程地对空飞弹,为美洲虎攻击机更换发动机,为米格-29战斗机配备电子战炮件。 升级12-76运输机,12-78加油机。 印度空军在本财年可能只会签订两个合同。 分别为从以色列购买两套空中预警和控制系统以及补充之前坠的C130运输机。 。 。